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和大家看過新聞,大陸新聞,TFBOY 我想應該有不少人聽過的 在大陸一個很紅的組合來的 在西安舉行了一個演唱會 就叫十年之約 這一個演唱會就說可以帶動到4.16億的旅遊收入 這個十年之約演唱會就在8月6號 在西安奧體中心的體育場舉辦 相關話題亦都是直衝上熱手 是一場演唱會就可以令到西安直接火爆 而根據西安發佈在8月7號晚上就發文 根據第三方秋仰調查統計 在今一場演出前後 西安住宿線上提前預訂量 同去年同期比大幅增長 尤其在8月6-7號出行總訂單量 同比增長738% 門票收入是3576萬 直接帶動4.16億旅遊收入 根據上游新聞的報導 這一個TFBOY十年之約的演唱會 就進行了三次賣票 第一次賣票是7月24號 當時平台登記 相看人數超過500萬 就算開售33000多張門票 依然是秒殺 去到6號相看人數已經去到679萬 講完這些數據 好厲害好勁 現在就和大家看一些很荒謬的東西 看下那些人是為了買票 到底有幾癲幾狼死 首先就看下這個對話紀錄 他就講這個TFBOY十年之約 問大家幾錢買到票 他說自己是3000元拿到 說好厲害 還叫他開過直播在什麼位置 他說自己是前排 到底他怎樣搶得到這些票 原來他是把自己第一次 給了這些黃牛還說直 是不是嚇死人 後面的對話內容 是會更加令你大開眼界 我們繼續看下去 他這個對話紀錄就是 黃牛和他在聊天 黃牛就問他 你們四個人同意多人運動 好這個女生竟然就說 只要是給他們見到TFBOY做什麼都可以 還叫他做兩張清涼的相片給他看看 還要初步篩選一下 人家還拍完影片給他看 黃牛都說不太理解 那個女生就說 四個人都是忠實粉絲 不要說跟你睡 還給錢你還可以 他說十年之約是最後一次 以後都不會有 錢和賠稅一次又怎麽樣呢 他就說 如果不是一次 女生竟然說到 不是第一次 就怎樣都可以 你說怎樣都可以 這個黃牛提出你的要求 非常之過分 他說跟著來 十二個月每個月一次 每個月裏面 四周 你們四個人輪流過來 女生就說 大姨媽日除外可不可以 黃牛就跟他說 大姨媽日可以換人 最終兩個人達成協議 黃牛繼續說 演唱會只有一次 為了防止你們不來 就需要簽協議 拍裸照 十二個月之後 自動刪除 然後就說 大家互相交換號碼 那個女生就說 相片就不可以外洩 是不是很誇張呢 其實還不止的 跟著來還有的 一起看吧 今次他這一個 這樣的訊息 應該都是在討論區 別人CAP圖CAP出來的 第一個 他就說 TFOY演唱會前七日 國產多了幾十萬部 跟著下面繼續說 那個姊妹們 我已經網泰了 而且還賣賣第一次 七日就賣了十萬 現在一共有十五萬 可不可以買到 第一排的票 不夠的話 就繼續出去賣 下一個繼續說 姊妹們一定要衝 加油西安見 他繼續說 這個網泰 要提前泰 如果不是時間上來不及了 欠的錢 可以慢慢還青春過去了 就一輩子的遺憾 無論是什麼形式的泰款 都要早些泰 還有 勸你們不要去的人 無論是男朋友親人朋友 一律拉克 就說他們不明白這十年的意義 一定會各種說教你 說到底就是不想給錢你了 第三點 每個人都有追尋自己喜歡的人 和實物的權利 無論是有幾多體重的女生 評論區的男人 說話真的不用管了 第四點 必要的時候 還說可以偷自己父母的錢 男朋友不給錢你買 直接分手 第五點 又是買婚紗 婚紗一定要買 帶著最美麗的自己去西安 要再嫁給他們最後一次 第六點 姐妹們一定要衝 她說自己已經網泰了 而且還將第一次 給了一個喜歡她的老男人 錢全部夠了 告別自己的青春和十年 說這六個大點 好誇張 好匪夷所思 為何這些女生可以這麼瘋狂 為了看這個演唱會 好似當自己是一個物品 這個TFBOY級能力都非常之強 最後這一個就說 沒錢 不能貸款 不能賣房子 裸貸 校園貸 哪裏都可以搞到錢 是幾瘋狂 即是說她除了帶動這一個西安經濟之外 這一個貸款經濟 甚至乎大陸的國產市場經濟 亦都被她們帶動得好厲害了 其實對王牛來說 如果那個女生都跟她說 第一次給她 然後還要給錢她 那王牛都真是有食有力 其實由這個購票擁戶的年齡層上面來看 這個TFBOY演唱會最受00後的用戶喜愛 城市分佈來看 跨城體演唱會依然都是主流 外地購票用戶佔比超過八成 主要是來自上海、北京、廣州、成都、深圳、重慶、 杭州、鄭州、長沙等等的城市 而且你特別注意是00後 即是說剛才上面那些對話內容那些女仔 好可能全部都是00後的年輕女來的 而且根據交通上的數據所講 8月5號到6號有成1000架飛機 是飛去西安咸陽國際機場 到達西安的機票均價是1226元 對比上個禮拜直接是貴了一成 受到演唱會拉動 它們機票的搜尋熱度甚至都是上升了兩成 亦都有人是提到 他說TFBOY來到西安都沒地方住 因為那些酒店是被人佈到爆了 那直接一個TFBOY就可以牽動到 那麼多不同的收入 甚至乎是這個國產市場都被他帶動了 猜不到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